第一堂聚会的时候 很多人在台下痴痴的看着我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痴痴的看着我 这也是两眼发直的 一直看着我 后来到聚会完我才知道 第一堂聚会的时候 所有的麦克风音响都不work 所以我们连长就全部听不见 所以他们都痴痴的看着我 不论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这就是一个家庭 当我们有时候有缺点 当我们有时候有不对的时候 我们还是凭了一些忍耐的态度 我们一直能够相处 所以我很感激那些年长的丘险 他们今天吃吃看着我看的事情 他们也很高兴 因为他们享受一个非常安静的存在 就是他跟沈之间的亲密的沟通 有时候做母亲有时候很多容易 所以我觉得弟兄 一定要跟我们今天在母亲节 好好纪念你的伴侣 就像我们都纪念我的母亲一样 我的母亲九十多岁 母亲节她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她最喜欢的理由就是 我打电话回家 替她骂我 骂的我真的是狗都不如 从薪酬就会同工骂我 我们家六个小孩 我妈妈最爱的 所以骂我骂得最凶 所以每次我妈妈骂完我 她喜欢就这样 她睡得着了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对母亲骂 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 也是一种神的祝福 所以当你母亲骂 你或你父亲 对你脾气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赶快 因为有一天 你可能再也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想我们能够 能够一起用这个 很有意义的节日 让我们身边的伴侣 过一个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家昨天是我们家庆祖的母亲子 我们家庆祖非常简单 我们家小孩 就做了一个整桌的菜 请我太太吃 你知道整桌菜只有一道菜 因为我太太吃起来是一道菜 赵太太有吃什么 全部都是撒西米 所以我们家小孩 做了一桌的撒西米 给我太太吃 所以那是 吃的最多的绝对不是我太太 是谁 是我 所以有时候谁家庆祖 我们也得到福气 所以心胸不要太狭窄 没什么好忌妒 没什么好的人 抱怨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彼此 有时候彼此同工 我们彼此忍耐 我们彼此往前行 其实我觉得 都是神的恩敌人的作物 所以盼望今天 你的母亲 盼望今天 你身边的伴侣 我今天 在你周旁边 是做母亲的 因为你 有属天的智慧 你心中 有神的护照 你让旁边的人 做母亲 他能得到安慰 能到助手 我们决定一些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我们先翻到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我们要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我将经文打在这上面 我们先来读 约翰福音十九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来 找到了 我们先来读 预备 请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 有祂母亲 与祂母亲的前 并得罗巴的妻子 和伯达的那里 耶稣见了母亲 和祂所爱的那里 再在他 就对祂母亲说 母亲 看你 又对祂母亲 又对祂母亲 说 看你 从此 祂母亲 就接她 到自己的家里去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是一个 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基督前 到耶稣进入定死的家 在几乎到最后 祂要去世的时候 有这一段很清楚的记者 我们常常问说 为什么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成就的救恩 是那么的伟大 为了全世界 可是突然耶稣基督 居然缩影到 一个祂母亲的身上 那这段经文 在耶稣基督整个死亡 整个基督教的教义里面 整个基督教的教导里面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我今天愿意跟你 来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恩典 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作物 在这个经文的背后 我们必须要有些 很简单的一些背景 当耶稣基督 从天上 从 倒成肉身 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为了 你跟我的罪 为了永生的缘故 耶稣来到世界上 是我们的生命 在短暂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盘望 是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生命不再捆绑 我们生命不再有限制 因为我们认识那永活的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他的力量 有他的带领 有他的见证 所以我们有信心 能够走生命的道路 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 耶稣来到世界上 不是跟你讲一些很舒服的话 耶稣不是讲安慰的话 耶稣对当时的时代 当时的文化 还有很多的地方 耶稣跟当地是非常的冲突 所以耶稣有几个重要的冲突的对象 有法利赛 有文士 有撒路开 这些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当时所谓的 这个社会的中间人士 当时所谓的教会的领袖 当时所谓的社会的中间分子 当耶稣基督面临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耶稣常常讲的挑战 女人在你生命里面 是什么样的地位 女人在你生命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为什么耶稣有这个挑战呢 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代里面 女人只有两口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什么 服从服从再来 在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一个女人要服从他的父亲 父亲讲什么事就什么事 一个女人在结婚以后 就服从她的丈夫 她是一个没有读书的 她是没有知识的 她是不能工作的 她是一个在社会上面 不被人家的重视的 所以在第一世纪 尤喊的阿弥里面 也很有名的话 他说Torah就是摩西武经 就是圣经 圣经情愿烧掉 都不要教女人怎么做 这是很有名的话 追女人出门的时候 要带上回经 追女人是一个很没有地位 很没有价值的社会上 可是耶稣基督走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走进一个女人没有地位的时代里面 可我们看见圣经在整个圣服役里面 耶稣跟女人有很多很重要的接触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接触 在耶稣基督有三次跟女人住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次代表 第一个耶稣基督在 约翰主音 第四章第七节到五章三节里面 耶稣讲到耶稣在井边 遇到一个撒玛利亚的人 耶稣犯了很多 当时时代不允许的错误 第一个 一个男人 当你别跟女人在井边遇灭 这是一件很多道理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耶稣不但跟一个女人遇灭 这个女人是撒玛利亚 是以色列人不屑谈话的对象 哪一个人我都不相信他 何况女人 第三个 这个女人不但是女人 不但是撒玛利亚 而且这个女人是 连撒玛利亚的人都讨厌的女人 所以这女人是社会上的唾弃 她在中午的时候她想去打水 因为连撒玛利亚的人都 在一个井里面把水捞上来喝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坐在井边 耶稣等她 而且我们都知道圣经在讲 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犯了一个词 耶稣等待这个女人 要打一遍这个女人的身体 要说这个女人认识耶稣去以后 她回到撒玛利亚 她说我遇到的弥赛亚 很多人因为她的见证 生命得到翻转 生命得到更新 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是 你是否从神那边 你有得到呼召 你有得到提示 你是否活出一个神 要你活出来的样子 耶稣不满意撒玛利亚的女人的生活 耶稣不满意她对自己的看法 耶稣更不满意社会上面 对撒玛利亚这个富人的价值很多 所以耶稣翻转她的生命 更新她的生命 第二次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 第十章 三十八一到四十年记得 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讲为这个女人 作战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在讲道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像当时我讲的 当时的马利赛人说 我情愿把圣经拿去烧掉 我都不要叫我们跟女人 因为教女人是最没有价值 是最没有价值 因为她是那么笨 我不知道我们作用有没有造型 觉得跟你太太讲话 很浪费时间的 你为什么知道 举手一下看 你知道每次叫弟兄举手 弟兄都没有举手 叫太太太举手 很多太太都举手 所以她觉得 我没有必要跟女人讲 我干嘛跟她讲 你知道到今天两千年了 男人还是没有面子 很多弟兄还是没有面子 耶稣愿意让女人 坐在她的脚前 聆听她的教导 表示耶稣基督知道 她的地上的使命 她不是单单把她使命 传递在一男人身上 耶稣也将她的使命 传在女人的身上 所以耶稣要女人学习 耶稣要女人长进 耶稣要女人坐在她的脚前 聆听她的教寻 耶稣希望女人能够活出一个 她的价值 跟她的意义 跟她的神 所托付她的使命 第三 我们看到在 《阿可福音》记载 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耶稣非常地盲目 在跑来跑去 她要去救人家 要赶路 就像得到南方案的call 一样 Emergency 她要马上去一个人的家里面 可是在这个 去女人的家里面 在路上说 突然她表示一个女人 这女人得到雪露 雪露是一个非常 非常肮脏的对 雪露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对 所以这女人非常地自卑 非常地自怜 她不敢说 主啊 耶稣啊 我得到雪露 因为这个字 讲出来难不显脏 所以她是敢脱脱摸摸摸地去摸耶稣的地方 去碰耶稣 她希望 不由自主耶稣基督这个衣服上的能力 让她的雪露 就能自卑 这一上基督非常地清楚 耶稣因为这个女人 她的台湾万靠 很多人跟她要去一个人家里面 她从而不去 她回过头来 跟着女人对她 她决于赐平安的这个女人 她愿意让女人看见 她的信心是何等的值得 那些人跟随她的难度去学习 这个雪露虎人所展现出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单单是讲到我们罪的问题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对付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耶稣对于当时的时代 当时人的思潮 当时的文化 当时的背景 耶稣提出一个非常有效 而且综合的建议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时代里面 见证神的荣耀 所以很清楚 甚至是不是讲到 传统不一定是对的 甚至今天我们说处到环境里面 甚至什么人想的都是对的 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语 跟神的信息 来面对我们的时代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今天到今天为止 女人所扮演的角色 女人所扮演的地位 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当时的教导里面 来问说 我是否复活 耶稣基督所托付的神 所以今天 我们从耶稣基督要上了十字架 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 祂要成就神的工作 可是我看见这个工作里面 耶稣继续跟我们讲他的重要故事 什么是一个女人 欲人应该成就 欲人应该成就 什么叫做爱 所以我的情路叫做母亲 我们来看这个三件经文 我分成三段来给你们分享 第一段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一个顺服上帝的母亲 一个顺服上帝的母亲 什么是一个成功的母亲 成功的母亲 成功的母亲 不一定这个小孩一定会成功 成功的母亲 不一定这个小孩很自得她骄傲 我觉得最成功的母亲 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是一个成功的母亲 能够知道神对她的脱补 我这礼拜我读到一个见证 我非常的感动 登在局务里 她讲到这母亲 有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就得到过动症 所谓ADD症 过动症 所以这小孩就常常倒蛋 这妈妈累得不得了 有一天早上这妈妈 是在睡觉的时候 这两个小孩就跑到外面去 我会不会去以后啊 搞人家的猫啊 看人家的狗啊 把人家的店又砍掉了啊 所以你又非常生气 就打一个警察 打男的妈妈警察到家 你就敲他家的门 是你的小孩吗 妈妈说是我的小孩 这警察就跟着妈妈说 她说 如果你不管她的小孩 我就要把你小孩抓去 就关起来 这妈妈跟警察这么说 这妈妈说 警察先生 我请你把我小孩关起来 如果你关个半天的话 我至少可以睡个觉 你知道吗 她能睡觉的机会吗 她能睡觉的时间吗 我为什么 我知道 我姐姐就是这个妈妈 她没有机会睡觉 可是当警察 要把这两个小孩抓起来的时候 警察就说 拜托你 我不能抓她 她说 只要邻居不打电话 你要怎么管都没关系 你只要管住他们 让邻居不要打电话就好 这个母亲可能一辈子在这个世代里面都看不到她的成功 这个母亲一辈子里面都看不到她的成功 站在耶稣十字架里面 这个儿子 是她好像未婚所的神 这个儿子跟她一路长大 这个儿子一路在她身边 可是今天这个儿子被比拉多所派行的 是犹太人全部都说 我们要盯她十字架的儿子 这个儿子是被门徒所抛弃的 当他们都全部跑掉以后 这母亲仍然站在十字架底下 与耶稣基督同手 这个母亲 是一个浓受上帝所抛弃的事情 在经文里面 圣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四节 他说 熄灭给他们住 就是给耶稣基督当时生出来的时候 对这个儿子住 他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 这孩子被遇是要叫以色列许多的阶段 许多的心情 又要做毁谤的话语 将许多的心运的意念写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导致 有时候做空母亲不容易 并不是想要成功 成功就很好学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 做母亲的 我们想要万一没有成功怎么办 我们想要万一有一些问题 我们舍不得跟人家想怎么办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上帝的眼光里面 我们是否是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人 我们是否也愿意成为一个对上帝所的简直的人 活在这世代 马上路加父母又记载 他父母亲看见就息息 他对母亲说 我儿你为什么向你这样行呢 看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真理事实的就是耶稣 所以这个母亲在耶稣长大的过程里面 他伤心 他寻找耶稣 他找不到耶稣 有多少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你的儿子 有多少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你的女儿 你难过你伤心 可是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找你当他的母亲 因为只有你愿意跟他站在神家里面 只有你被神所托付 你要继续寻找你的儿子 你继续成他的母亲 继续帮助他 继续看见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的一个形象就是 在释迦底下 我们看到一个顺服撒野的母亲 就活出一个很美丽的见证 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在当时被人家很破气的 被他所看不起 可他怎么办 撒野在释迦底下 所以释迦底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母亲 第二个我们要看见 释迦底下 在第五 十九章 第一个十六章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御徒站在后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见死 什么是第二节到我们的信息 我觉得第二节到我们的信息就是 我们在第二节看到一个 愿意承受承担使命的人 约翰我们知道是耶稣所爱的 我们看到耶稣特别爱约翰 耶稣跟约翰有特别的感情 可是我们常常知道 一个能够承担神的使命 一个能够跟小孩能够同行的母亲 一个能够在苦闷里面 也仍然能够抛弃他小孩的母亲 其中一个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 其实就是爱的力量 我们常常在我们做母亲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疲倦 为什么我们会跌倒 我们很软弱 因为我们失去她 当你有爱的时候 什么都不是问题 当我对母亲学习到 爱我的年老的母亲的时候 我母亲怎么骂我 我都小兮兮的 她骂我越久我越高兴 我很感恩 我跟神说 我说因为我知道我母亲骂我 所以我知道我母亲记忆还非常好 我父亲同样一点都没有乱 我为他感恩 因为我到最后我的父亲不会骂我 我父亲最后看着我 你是谁 这是我父亲最后跟我讲的话 我要把我父亲绑在民意上面 我要抱着他 要跟他打架 我们上面里面很多时候 神给我们承担的使命 是很困难的 而且神给我们承担的使命 是我们不愿意要承担的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讲到一个什么 有个爱 我们当有爱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承下去 所以彼得三次不认识 你看耶稣怎么呼召彼得 怎么改变彼得 严格来说彼得并不意味耶稣基督实力复活 彼得 你爱你太太比爱你一切更深 对不对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就行 你爱你太太比爱你一切更深 但是 耶稣先问彼得 彼得怎么回答 三次 比如说 啊主啊 你了解我 我就是这样子 也说什么 牧羊 什么叫承接使命 耶稣基督定死 耶稣基督上天 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基督需要有人在这个世代里面 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 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世红 这叫做神给我的死 可能这世红不定在这个世界任何角落 但很可能这个世红是在你的家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要回过来 告诉他们的人说 你看这是你的母亲 你愿意借她回家 我常跟那些讲一个话 我跟那些讲说 我跟那些求婚的时候 如果我知道 有我愿会跟我住十六年的话 我跟那些求婚的时候 我会犹豫一下 真的不同 所以我很佩服 我们教会这些跟父母都相处 住在一起 很有福气 因为你有很多的爱在你身上 要把耶稣的妈妈接到家里 约翰绝对不容 因为圣神奥古说 后来约翰跟他妈妈住了十几年 住到他的家里 而且这不是他的妈妈 是耶稣的妈妈 因为他得罪他什么事 他妈一定会说 我儿子你忘记了吗 那约翰就没话讲了 对不对 所以这约翰很难做事 这妈妈很大的 你知道吗 但约翰 运异成军这件事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连自己的爸爸妈妈 都不容易消失 别人的爸爸妈妈不容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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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约翰的事 是我们的心里的灵害 当我们心里没有爱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把它承接死 我记得有两句经文 我给你们分享 第一个经文 比赛要说五十一章十八节 他说生养的猪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 他说养大的猪子中 没有一个城 这讲什么 讲耶稣神要抛弃 他所拣选的身体 城市 这个城市是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 对于老人 对于连长的 没有尽重性 这是人所抛弃的城市 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二节 你要听从生理的父亲 你母亲老 也不可怎么样 描述 他老 你不可以描述 很多理由 你跟他讲不通 很多事情 你没法跟他沟通 可是你说你不可以 藐视了 你要尊重他 你要尽重他 他在我 都是一个被神所创造的 神要你承接了他的使命 能够在这个世代 能够彰显身的荣耀 但章着最重要的是 在你家 最后 我们看到最后一节 最后讲到说 他说 不错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母亲 二十七节 约翰安门都说 看你的母亲 下面说 从此 那门就接她到自己的家 所以很重要的是 这个母亲愿意回头来看到 约翰就是她的儿子 所以愿意回头来看 就是她母亲 应该他们俩一起看耶稣才对啊 为什么看母亲看儿子呢 可是我看到一个全新的属灵的家庭 就在耶稣的实相下 产生 什么产生 就是我们今天做母亲的 我们不但懂得造成自己的小孩 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我们要必须在我们母亲的身份里面 继续扩展我们神的托付 我们不但能够爱我们自己的小孩 我们也能爱我们周遭神所托付对象 可能是你哥哥的小孩 可能是你妹妹的小孩 可能是别人的小孩 可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的小孩 把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扩展到 不是你肉身的父母身上 把耶稣基督的爱扩张到 不是你肉身的亲属上面 你做一个属灵家庭的武器 我们也懂得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懂得在生活里面 我们怎么尊重我们周遭的延长 我们懂得怎么跟他相处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属灵家庭在这个时候 就把他接回家里面 从此就住在他的家里面 什么是一个新的属灵家庭 其实是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马拉伯英》十二章五十节 凡遵行我天父主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弟兄 什么时候耶稣会住到你的家里 什么时候耶稣成为你的兄弟 你的姐妹 你的父母 什么时候耶稣跟你有亲属的关系 是你活出耶稣基督所托付你的事 是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所托付你的事 凡遵行我天父子弟的人 耶稣基督就住在你家里 无论何 因为门徒的你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人不得相信 我们什么时候确定 我们在神的活动里面 我们是继续向前 我们是被神所重视 我们在神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被神所接纳的 就是我们懂得与人分享 神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懂得如果开放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事 我们懂得怎么样 和我们周遭一些需要的母亲 需要的儿女 都会继续的正常 我们怎么将爱 能够代表我们的周围 有一条诗歌我非常喜欢 跟闹闹闹的诗歌 这个诗歌叫做母亲的爱 我本来不确定你们可以唱 因为我找到这个母 我从来没有找过诗歌 我找不到母亲 我来到你家 所以晚上快11点 家里说他才到了 所以我很配备他 我问他怎么找不到的 他是从他家里的 他一台有这本诗歌本 一个很好的诗歌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 来唱这个诗歌 我请大家谈一遍 这诗歌显得非常好 人生云浮女 一瞬间就消失 留下极为小的痕迹 所夸耀的危机 在无限作众 好像花全掉下极为 唯有母亲所留的余 在我一生中最可恶 每日为我挂心 每夜为我祈祷 使我痛苦中 我要做你擦 也为你的母亲擦 也为你周围的母亲擦 我必须擦擦 母亲擦 母亲擦 来 人生云浮女 一瞬间就消失 留下极为小的痕迹 在我一生中最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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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心 你和我一生中最可恶 在我一生中最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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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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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